我們先把蔬菜下去燙 我們的花椰菜 然後濕雞豆 濕雞豆就取於我們 等一下擺盤要的長度 好的 玉米筍 這樣我們在燙新菜的時候 會不會加一點鹽巴或油 不需要 我正常是會加一點鹽巴 但是我喜歡吃蔬菜 它本身的甜味跟原味 對 花椰菜其實我在家裡 已經有稍微燙過了 所以我現在把它回熱就可以了 玉米筍也是 濕雞豆再讓它稍微燙一下 在燙的同時我們來準備 等一下要做燉菜的材料 所以櫛瓜 我們把它切成丁 好 櫛瓜遠遠看 我們以為是小黃瓜 小黃瓜 因為小黃瓜水分比較多 然後它不一定說一定要切得 非常有規則 就大概 因為待會兒是要燉的 對 要燉的 對 就不用特別去在意它的形狀 好 之後我們把它放在旁邊 對 這個就不用燙過 這不用燙 因為等一下它直接下去炒 炒過去 而且結果它很快就熟了 對 它熟很快 這是蒜頭 對 蒜頭一樣切成蒜 好 講到這個蒜頭 就是很多人就是說 這個蒜頭買回來的時候 現在很流行做醋蒜 對 對 所以說做醋蒜頭的時候 就是你在選擇蒜頭的時候 我會建議大家 因為蒜頭它很容易發芽對不對 尤其那個季節不對的時候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在選擇蒜頭的時候 要怎麼樣選擇蒜頭 你要稍微摸一下 如果摸起來會有一點好像扁掉 就表示其實它裡面 都已經不新鮮了對不對 最好是選擇那個蒜頭的外表 還有一些紫色的紋路 對 它的那個皮的部分 那個蒜頭就是很新鮮的蒜頭 而且它的蒜油會非常的豐富 那我們做這個醋蒜的話 盡量要選擇 這麼新鮮的這個蒜頭來製作 然後洋蔥也是切成丁 它燉菜的工序會比較複雜 因為很多都要切成丁 然後再下去燉 偶爾可以讓自己輕鬆一下 用這種燉菜的方式 把所有的蔬菜 全部放在一鍋裡面去 對 對不對 像日本料理有一個叫竹籤煮的 它也是說把馬鈴薯 紅蘿蔔 蘿蔔 全部放一鍋 然後加醬油味淋下去燉 他們這個也有一個講法 叫做蠻荒煮 對 就是說你把所有的蔬菜都像滷一樣 像一鍋的滷汁 但是那個滷汁是很稀的 不像我們滷肉那麼的濃 對 然後把這些蔬菜都這樣子滷了之後 先熟的先拿起來 最後的湯汁再來滷 譬如說魚頭或者是什麼 然後讓它收汁 我已經吃了一個禮拜 那很好吃 我覺得很好吃 而且好方便 然後最重要的是沒有油煙 對啊 它沒有油煙 然後什麼蔬菜都有 都有 我一盤我還會放豆腐 然後我也放一些像 現在的季節如果有角白筍 也可以放 杏鮑菇 香菇 甚至我愛上那個黃帝豆 黃帝豆 拿去滷真的是很好吃 然後什麼營養都在裡面 我就這樣 一人分配一大盤蔬菜 然後也沒有油 味道都一樣 可是我覺得很不錯 那吃起來很有飽足感 很有飽足感 因為它有一些 你會加一些澱粉 像馬鈴薯什麼進去 對 還有像紅蘿蔔 那個蓮藕我都會放 對 還有牛蒡 我的牛蒡又耐煮 對 牛蒡放下去 它有一個牛蒡獨特的香味 它吃起來又喝得非常好吃 然後有些人也會加一點蒟蒻 對…蒟蒻 蒟蒻 然後加好黃天椒 黃天椒 然後我們的櫃 所以一般蒜菜的話 都會選擇顏色比較鮮豔 也比較耐足的 對 不然它這個燉的時間 一久的時候 怕顏色就是不討喜了 所以青椒 黃椒這些東西 紅椒都是必備的 對 然後稍微炒一下 加水進去 然後我們的番茄糊 像這個番茄糊是那種 一粒一粒的番茄罐頭 去打成泥的嗎 還是那種番茄醬去調的 其實番茄糊它就是整粒 然後去打成泥 它就是番茄泥 對 如果真的沒有番茄糊的話 其實我們用一般的番茄醬也可以 只是番茄糊它的 番茄的香味 它不會比較嫩膩一點 番茄醬因為它 還會有別的調味料 所以我們在調醬的時候 你可能你在下鹽巴 或者調味料的時候 要稍微考慮一下 你自己用的品牌 它的這個鹹度 還有它的甜度 酸度 然後我們下一點黑胡椒 讓它有點味道 然後鹽巴 最重要的義大利香料 然後就開小火慢慢的讓它燉 這要煮到多濃稠 就是讓它收汁 然後讓它有點稠度就可以了 對 再一下下 那我們燉好之後 就把它盛盤先放旁邊備用 義大利香料的香氣 真的非常的香 對啊 所以光這個燉菜裡面 其實就好多東西了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來做 我們今天的澱粉 馬鈴薯 今天我們馬鈴薯把它切成丁 切成小丁 好 切成這麼細絲 然後還要切成小丁喔 對 等一下要把它壓模 然後做成一個馬鈴薯塊 好 把它放到碗裡面 好 馬鈴薯我們來避免它 切成這麼細絲 因為它就是顏色會變 所以剛剛我們看到敏翰會把 如果事先削好的話 我們就把它泡在水裡面 真的要泡久一點的話 也可以加一點點醋 口感上會變比較脆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下鍋子裡面去炒一下 讓馬鈴薯的香氣出來 我們稍微炒香之後 然後加一點起司粉 增加它的風味 然後一點點的鹽巴 然後今天的豆蔻粉 主要是讓它有味道 而且加了起司粉 它會更黏對不對 對 好 連這個都切到很細了 等一下把它炒香之後 要加到我們的馬鈴薯裡面 接下來我們把 這是巴西里 把它切成末加進去 增加它一點風味 對 其實巴西里是很不錯的食材 我自己很喜歡用巴西里來做麵包 因為它加在麵包裡面 除了有它的香氣 它很特殊是 它的顏色都不會改變 對 它還是非常的翠綠 對 我覺得這是很神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神奇的食材 因為巴西里的它的味道比較重 我們就適量的加就好 它真的味道好香 我超喜歡用巴西里來做麵包的 不過就像剛剛敏翰一樣 我們的巴西里 一定要切得非常非常的碎 然後我們先把鍋子預熱 又一個很可愛的模子 對 等一下我們要用模型 然後去煎出一個馬鈴薯餅 我們加今天它主要捏灼劑 今天只需要蛋白就好 好 我們把模型放進去 模型也要磨一些油 對 不然待會兒也不好脫 有沒有 這個好玩喔 我回去也要買一個這樣的模型 好 把它補滿 然後把它平均的敷整齊 然後讓我們抹去稍微壓一下 然後把它一面煎到金黃色之後就可以把它翻面 我主要是把它蛋白做凝固 然後讓它成一小塊這樣 然後要隨時注意 就是要壓一下 讓它緊實 不然待會兒很怕拿出來的時候 會散掉對不對 對 會散掉 不過拿個湯匙 然後我稍微看一下 來 好漂亮喔 那個顏色 對 所以一定要稍微像剛剛這樣子 稍微壓一下 讓它緊實 它就會固形 不然它會鬆散 待會兒你整個扒下來之後 可能整個就像炒蛋一樣對不對 對 就又散掉了 把它定型之後 等一下它就可以放旁邊 然後等它稍微冷一點 我們再來脫模 不要趁熱脫模 也很容易失敗 散掉 對 我來做一下我們最後的配菜 洋菇 洋菇地頭把它拔掉 然後稍微把它煎一下 為什麼地頭要拔掉 這樣子的話它就會比較乖的 把它放在這個 我們的那個煎盤上面 就用乾煎的方式 然後讓它保留一點 香菇的原味 因為香菇其實它烤 或撒一點鹽巴就很好吃了 就不用 其實不用太多的調味 其實這樣有一點類似烤 對 有一點 就像放在烤架上面 不過火候好可愛 它還會這樣拖得到 它會跳 對 好 這邊我差不多了 那我先把剛剛的脫模 最後我們的馬鈴薯餅 要放上來 原先我還在想 這個馬鈴薯餅 為了太小塊了吧 吃得飽嗎 結果被我們敏翰這樣一擺 好豐富喔 什麼東西都有 OK 我們今天的這個雞肉脊 萬一朋友還喜歡嗎 有機會真的可以試試看 其實就是牠高雲啦 但是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